-你又要在那邊? -好 -你現在要下載遊戲了? -你也沒有下載嗎? -你還沒下載嗎? -你也沒下載嗎? -你現在要上載嗎? -你還沒下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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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常圓圓阿嬤、爸爸及弟弟 -因為阿嬤經商狀況出問題 -原本與小公主在外住屋的我 -決定搬回家陪伴家人 -睡的房間便是弟弟的寢室 當時弟弟因為在花蓮面書房間花費多時 萬毒凶災 搬回家住以後本人點花費張近三萬元 做了全面的整理 是的 各位金子現在就大概了解我們家的狀況了 那弟弟呢在畢業之際呢即將要搬回家 身為國民張子的我就一定是要好好的 把這個房間重新設計以後 再歸還給我的弟弟 那在這個重新過程之中呢 也不乏加入了一點最近在流行的智慧居家的元素 讓弟弟呢可以彷彿生活在這個科幻場景之中 那這次呢主要落實我們的智慧家居的技術提供者 也就是本人這次影片的金主 台灣大哥大智慧家庭 市民商許多品牌都陸續推出智慧家店 但每個品牌都有自己的APP 常常用的同運動專項 整個手機中門亂七八糟軟體 使用上不但花時間、裝置間和無法聯動 而台灣大哥大智慧家庭 為特別性智慧家庭生態系平台APP 可支援跨品牌春節 現已合作超過10個以上的品牌 讓智慧家庭的操作不再麻煩 一個APP即可讓家充滿智慧 彤彤今天最佳會示範 使用Google Nest號智慧螢幕 隨時設定OKGoogle 模型操控家店 住在這個房間呢一年多的時間來 一開始其實對這個設計非常之滿意 覺得自己彷彿是住在這個皇宮裡面 但是隨著時間的這個流逝 你會發現慢慢的很多問題齁 都一個一個給它跳出來 首先 畢竟房間只有2.3平大 當初為了要妥善的一個空間呢 耗資1萬元購買這張高腳床 床下放置電視及電視櫃 兩側則是頂天立地組成的衣架 不過由於阿嬤經期的興趣就是偷我的衣服 頂天立地經常被阿嬤推倒 導致老娘每次回家都要重新駕起衣架 其次在高腳床睡一覺的時候呢 有時候要關燈或是天氣太熱就要開冷氣電扇 又必須要爬下床 看每次爬回去的時候呢 又要重新培養睡意 再來高腳床限中100公斤 原本以為弟弟體重不會超過100公斤 但加上床電扇只有是超過的 導致床版出現致命性的塌陷 弟弟很有可能睡著在2樓 睡醒卻在1樓 整座高腳床猶如是一個居家版大怒神 再來是沙發床的部分 可能到弟弟放假或回家住 這樣小公主及朋友都會留宿 當初特別購買這款價值4000元的沙發床 只要將床張開兩瓶大的房間就能睡下3個人 不過在某個晚上沙發床的沙路之後很覺醒 半夜瞬間崩塌內部結果還插出來 在床上留下來碗爐彈孔的破洞 回想那生死一瞬間真的是殺手就在你左右 緊接著是這張書桌 原本是給弟弟或者客人用的 不過當初沒有規劃飲水區 被一隻雞水管就直接放在桌上 導致桌面空間過小 現在擺滿的水杯子擦貢品 就可以擺第幾組了 窗簾也是一個大的問題 當初為了省錢 披上冬天外銷就成了米蘭時尚窗簾 有時候看著不禁就是悲從從來 最後要講個最荒唐的 這男老洩的吊燈是房間的主燈 20年來我們全家都以為他就是斬吊燈 我錯了我告訴你 他其實是一台不咋不扣的鞋底子 因為某次大帝子他竟然差點把我的人頭帶走一怒之下 我就把這台鞋底子給剪了 以上雙尾弟弟設計的智慧雙尾感動計畫 將要正式開始了 因為這次我們需要重新粉刷牆壁 將所有家具、廁所房間是必然的 不過房間真的很亂的關係 年代的整個家都遭殃了 你快看我們現在我們家很漂亮 你看你房間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家裡面這個情況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危急 我們家年脈的阿嬤整個就被困在這個家裡面 小公主目前呢也陷入了一點困境 不要走 拜託這張床一萬塊呢 當然不能丟掉 讓我們先放著 往後再規劃用凸 由此竟然可知這次房間改辦 還是買一般床就好 高腳床美夢就此 COME IN 下一位是這個沙發床 這張床真的都很危險 因為內部尖銳的結構 總是插出再睡下去 恐怕也是全家 杜破長流啊 現在是晚上八點 我們現在衝去買家具了 Do we have faith? 超過喜好嗎? Oh my god 好我們快走 Oh my god 這是燈耶 很好看 很好看 我們現在正式開始 房間的開關 畢竟如果看不到什麼事也做不成 第一步我們就先來換燈吧 這是這裡在家具店所購買的燈 一盞大概是769元嗎 來 嗚呼 好美喔 緊接著的是刷油漆的工作 那基本上呢 這個房間的黃色其實是我弟弟是很滿意的 他個人非常非常喜歡粉紅色 那麼 我們要幫他漆上的就是 藍色啦 我到底怎麼會寫這個企劃 我讓我弟弟住原本的房間不好嗎 剛剛想說呢 想要教一個人來幫我一起吃遊戲 然後白白玩個攝影機打機 就發現呢 他有人還是要玩呢 小公主要去找朋友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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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我相信我自己有點可以的 但還要上第二層 再來第一輪油漆 自然不公開以後 現在我們擦第二輪的藍色油漆了 那因為剛剛那整個氣氛是略寫枯燥 所以現在呢 我今天要使用這台 Google Nest Hub 來做個音樂波吧 沒錯 是不是有資因子 不曉得什麼是Google Nest Hub 其實它就是一台搭載著螢幕的智慧音箱 那它是由台灣大高大的電信獨賣的 因為它有搭載著智慧螢幕的關係 所以它不但可以像一般藍牙喇叭一樣做聲控 它還可以做觸控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 今天它就是我們智慧家庭的控制中樞喔 要注意喔 你知道洞紅聲控 就可以控制你的家電 或者是呢 你也可以用觸控的 用螢幕操作你的家電 一切就是這麼的便利 但因為大家也知道 那目前這整個空間就是 空擋浪嘛 所以目前我們先拿來播音樂就好 OK Google 播放爵士樂 沒問題 正要播放的是 MyMusic播放清單 爵士咖啡 OK Google 播放有金童的影片 看來這樣看看是金童奶幹 好好的 好好的 大家一會再帶給我金子們看看它到底有多麼神奇 怎麼那麼神奇 大家先看看我們的地板 因為它是貼的關係 那之前的家具把地板給掀起來了 所以接下來我要做的呢 就是把地板補齊 其實網路上可以買到一種地板貼底料 可是同樣是為了省錢沒有這麼做 現在弄的整個地板都黏黏的 要貼地貼的金子們可以注意一下喔 大致上呢 整個油漆功能完成啦 也很開心 因為小公主回家了 好啦 我們要做誰啦 要組家具 我們今天一定是要做到天亮的 你長根本弄錯了啦 堂堂Google前工程師也不夠如此 唉 我們已經把所有的家具都擺放好了 接下來呢 我們要開始本集的重頭戲 把我們整個智慧家庭的色彩呢 帶到我們智慧香菲裡面 過往經驗中 如果我們買了很多智慧電器 可是大家的品牌都不一樣 所以就要下載一大堆啊 台灣大哥大智慧家庭的出現 就是要解決這樣的問題 台灣大哥大智慧家庭呢 能夠把整個智慧生態系的 合作夥伴的家電 同步到這個台灣大哥大智慧家庭的APP上面 然後呢 你可以同步綁定到Google Home 就可以使用Google Nest Hub 作為是整個智慧家庭的控制中樞 你有任何的指令 不但你可以用觸控的方式操作它 你還可以用聲控的方式來操作它 接下來呢 由於我們家是坐在馬路旁邊 像會有非常多灰塵 砰 這樣爆到我們房間裡面 大同空氣清淨機 OK Google 關閉大同空氣清淨機 沒問題 就再把大同空氣清淨機關掉了 哇 房間裡的間接照明設計 可以選擇這款 五光LED AI智慧燈泡 定時需要掃描QR Code 囉 OK Google 關燈 現在呢還想要介紹兩個小小的法寶 澳創智慧插座跟澳創智慧溫濕度感應器 澳創智慧插座我覺得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透過這個澳創智慧插座呢 你就可以把你原先的家電 做一些簡單的開關操控 打個比方 有了這兩樣法寶 家裡傳統的電風扇 就能搖身一遍智慧風扇 先將溫度設定好 氣溫一到 電風扇自己便會打開 讓你不再被熱死 除此之間當然也可以設定固定濕度 來開以及關 接下來要跟各位親自為人介紹這款 大同智慧電鍋 大同智慧電鍋版的模式 好有智慧喔 陳秉揭曉囉 一週規劃 三天失所 兩萬五千元預算 幾乎淪為廢徒的房間 經過設計師金銅的敲手後 能否轉身為華麗宮殿呢 OK Google 把燈打開 現在把光靈燈打開 隆重為您介紹 脫單者的希望落區 以舒適、溫馨方便為手藥考量 打造一間 讓人去了還剩在去的寢室 這次提高母胎單弟弟 終結單身的可能性 由此可知 這次的設計 以會客作為手藥考量 接下來就來介紹 到底有哪些彤彤的巧思吧 相較於過往 毫無收納空間的設計 新的設計 提供了房間 120%收納空間的提升 過去一團爛的飲水空間 也被挪到了這裡來 植物櫃上還設計的充電站 除了能夠充電動牙刷 刮虎刀燈的用品 最主要於一旁用電腦時 筆電沒電 不必在桌底掙扎 小心啦 即可優雅充電 樹桌相較於以往 技能性可以說是 省國的三裝備 五金行購買的網子整組200元 手機鑰匙填包 甚至口罩等等往上掛 一旁收納欄 總收納容量更是高到9公升 這次電視座落在一個風水寶地 觀賞角度到達前路所為有了270度 無論在房間的哪個角落 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房間如果隨促冷躺 且運用大量的柔軟材質 整體舒適度將大幅提升 且這次床還相接著沙發區 發展區塊更是高達房間 一半面積 兩平大的房間 能躺下三位大人 如果聊到決定要過夜 沿路廣場一攤開 就可以剩下兩個大人 過去高腳床惡夢不在 現在如果有需要操控家電 床面已按就有 除了能夠操控家電 大同或低階低階 以及大同電過外 多虧了傲創智慧插座 總共將所有的燈具都換上了插座 只要喊一聲 就能關掉整間房間的燈 除此之外 Google Max Hub 還能夠偵測睡眠情況 可以用你睡眠狀況等等相關資料 桌子位在房間正中央 無論你在哪一方 都能使用到這箱桌子 後面衣櫃下 還藏有延長線 客人使用筆電時能充電 此外 房間客區的設計 還可量到隱私事業 過往阿嬤很愛偷開房門 然後站在原處看孫子睡覺 由於衣櫃及桌子的車幣 現在阿嬤除非整個人都走進房間裡 否則是絕對退回不到的 早上八點 咖哩飯煮好了 只剩我幾個人在吃 小公主太累了 回家睡覺了 在花蓮電視我弟弟 現在根本就不知道 我這件事情正在發生 從小到大 我弟弟都沒有住過一個好房間 趁他畢業回來的時候呢 給他一間舒適的房間 雖然這一切都很廉價 但也沒辦法 是因為哥哥的我 戶頭也只剩五萬塊 我能做的只有這些 等我弟弟搬回來以後呢 雖然妹妹沒地方睡 我又要搬出去了 到時候 再做一次居家佈置給大家看 那我覺得這一次的經驗 也非常非常難得 感謝台灣大哥大智慧家庭 原本以為這是一個很高不可攀的東西 沒有想到其實一切都非常非常簡單 因為透過台灣大哥大智慧家庭的APP 就可以把非常非常多的智慧生態系的品牌 全部都整合在一起 今天介紹的商品啊 也不算非常貴喔 配合目前台灣大哥大在母親節 有推出獨特優惠 只要到買縫購物啊 購買台灣大哥大智慧家庭的系列的產品 5月20號前 出入金銅專屬石購碼 購300 就能夠獲得一張300元的折價券 今天影片所介紹的商品 也都有相關組合優惠 搭配折價券真的非常划算 請你們也想讓家充滿智慧嗎 趕快參考影片資訊欄吧 各位觀眾朋友看 來租客啊 這裡很舒服耶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